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你为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鲍布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你为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2号 星期一奴隶4月25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乌克兰联合声明 联邦新法规将生效 多伦多警察街头开箱 提出去查获八辆背道车 加拿大海关签证系统崩溃 温哥华租金继续上市 警察调查两男子死亡事件 温哥华地少人多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领路 加拿大乌克兰联合声明 6月10日 杜鲁多总理与方汇兰副总理 访问乌克兰 在访问期间 杜鲁多总理重申了 加拿大对乌克兰 及其人民的持续声援和坚定支持 杜鲁多总理前往基辅 又迈开始广场 向乌克兰阵争将士纪念墙进行划权 总理还在一会发表讲话 与市民会面 杜鲁多总理和乌克兰总理 举行了双面会调 报复了联合声明 乌克兰总统和加拿大总理 再次明确谴责 俄罗斯对乌克兰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 面对这一无端且无理的侵略 乌克兰展示了非常决心 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力 俄罗斯必须立即 完全和无条件地 将其所有军事内 从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境内的领土上 加拿大仍然鉴定不移地 致力于支持乌克兰 在其国际公认边境内的独立 独犬和领土完整 加拿大赞扬乌克兰人民和武装部队 为捍卫其独立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勇气 他们在民主前面的决心和勇气 不仅在俄罗斯的暴力破产方面 捍卫着欧洲的安全 而且在加强了比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并表明无论敌人多么残暴 强权并不代表这个意见 在乌克兰人民坚持抗战之际 他们可以信赖 加拿大将继续提供正常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加拿大支持不仅有单元的 也有通过七国集团 北约联合国和任何其他 加拿大可以发挥其影响 利得之平台上的国际合作 加拿大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80多亿元的援助 加拿大正在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援 包括坦克 防空系统和火炮 并继续根据乌克兰的需要 制定新的援助措施 以军事援助外 加拿大还向乌克兰提供了民事援助 包括财政 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 甘愿从经济援助 到捐助排列工作 以挽救平民生命 加拿大支持乌克兰 在主权和领土观众的基础上 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和平的倡议 因此赞扬乌克兰和平方案的主要原则 加拿大现在方案中 必定的几个方面 做出重要的大贡献 包括核安全 粮食保障 问责者和生态安全 赶望未来 加拿大将继续专注于支持乌克兰的最大需求 加拿大随时准备与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合作 要保国际社会 尽可能光泛地参与 实现和平方案的目标 通过即将举行的全球和平峰会 和任何其他的外交举措 乌克兰和加拿大认识的 俄罗斯的战争在乌克兰以外也产生了严重而光泛的 包括全球能源和粮食为敌的恶含 专方承诺继续努力减轻这些恶 包括通过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伙伴开展互动 两部海重申 黑海粮食倡议 在援助关节全球饥饿方面的关节作与 并重申 需要确保这一倡议持续和不述作业的运作 加拿大赞扬乌克兰正在进行直落实的黑海粮食倡议的工作 以及通过乌克兰粮食倡议等其他项目 为全球粮食的保障付出的贡献 乌克兰和加拿大一致决心抗击让反对者逍遥法外的现象 并强调坚定致力于要求那些在俄罗斯侵约战争中犯行战争罪 和其他暴行罪责的责任人生之以防 加拿大支持这方面的国际努力 并且是确保对侵约者追究责任的各种方案是海星组的成员国 专方也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调查 任向威德州迈出的一部 加拿大是2022年3月 再先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交国际行事法院的国家之一 对已派一组调查人员支持其重要工作 乌克兰和加拿大同意有必要加强对俄罗斯的计算压力 通过进一步制裁来削弱俄罗斯继续开展其非法清洁战争的能力 加拿大行业2023年5月17日作为创始准成员国加入了 欧洲委员会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的巡害 这一次加拿大将继续探讨使用冻结和固定的俄罗斯资产支持乌克兰的重建 进行赔偿的适当好 加拿大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伙伴一起 致力于参与乌克兰的恢复和重建 就在当下 重点的是为长期互动合作电力技术 在给予民主原则的关键改革的支持下 重建他们的国家 让所有相关合作合伙伴参与进来 包括私营业界以及国家国际组织和机动组织 对于确拨乌克兰的繁衛未来至关重要 关于北约框架 加拿大任务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安全安排 加拿大完全支持北约乌克兰理事会 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社区合作的平台 以帮助乌克兰按照《布加勒斯特宣言》 走向 通往欧洲大西洋大家庭的道路 加拿大支持乌克兰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快加入北约 1991年12月2日 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承认乌克兰独立的西方国家 三十多年后 在乌克兰人民正在为他们的独立 民主自由二代时期 加拿大继续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联邦新法规将生效 一项新的联邦法规将在未来三中的实际 该法规开始对有污染最严重的燃料 征收附加速以控制交通排放 最终将使汽油的价格变得更加昂贵 联邦猫头党和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 将其成为碳水2.0 加拿大大西洋省份的生长 正在敦促联邦政府推迟或执行这件法规 萨克兰长指出 清洁燃料标准有可能在全国各地区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联邦法规已经规定了汽油和柴油中生物燃料的最低比例 从7月1日起 一个新的制度将取代这些规则 新法规是在降低加拿大汽车燃料中的碳强度 即在一定能量下中的排放量 与目前的规则不同 新规则涵盖了燃料的整个生产周期 从生产运输到消费 其目标是推动生产和进口燃料的公司 制定一个上限并逐年降低其排放强度 生产商可以通过不同方式顺受新规则 他们可以在汽油中添加更多益存 使用更多的生物柴油 或充物碳付货或不存等 放心方法减少电源船的排放 如果生产商的排放强度 第一年马政府不一定的上限 要获得额外和出售的吸引额度 其他吸引额度 不多的生产商可以购买这些额度 其他人也可以通过投资电动汽车 充电站等方式来获得吸引额度 并将其部署给燃料顺利上 多人的警察接一头开枪 周五天中午十分 一名多人的警官在调查一起 汽车造型案的时候 熬一辆嫌疑汽车开枪 SRU特别调查所见的 警方在中午接到报案后 来到Colding Street一带 调查一起汽车被盗的案件 目击者表示听言至少四声枪响 接着就开着警车和一辆试驾车之间展开追逐 其中一辆卷入追逐站的汽车 在波罗斯瑞特海维拉开枪有四路骨被拦截 大航玻璃上有一个弹孔 落在警方发现的约翠 无法提供更多袭击 包括陷害事故被控制 皮尔区查号八辆飞道车 日前皮尔区警方查号八辆飞道车 即将运往非洲的飞道骑车 就报道 皮尔区警方通过搜查令 在周五查获了这些葬车 其中一些已经归房给车主 调查人员在周五搜查位于米萨加的 Dual Street和Tabella附近的一家商店室 发现了八辆宫达和某些地骑尺 这些汽车的总价值约为六十五万元 当时他们即将飞运往加拿 汽车道歉是今年皮尔区警方重点的调查项 加拿大海关签证系统崩溃 加拿大电子旅行数权网站崩溃 导致许多试图前往加拿大的旅行者 不往本周 加拿大拨大了有四个使用电子旅行 许可证务系统的国家数量 该系统取代了这些公民被认为离期拘留风险较低的国家的正式签证要求 来自这些国家的旅行者只需要支付7元的费用 更衔心一份在线申请 这一过程通常只需几分钟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令人振奋的发展 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个人 现在可以探索多样的风景 与家人和没有团聚 并沉溺在充满活力的维护 但这一变化的直接结果却猜在上 移民事务部似乎没有预得到 增加13个人口数量 包括25亿的新国家会导致申请不量 突然激增 移民事务部的预复案人说 最大的申请激增来自于菲律宾 多期不堪重 系统的崩溃 不仅影响了来自13个新国家的申请人 也影响了已经在电子签证系统中的其他国家 文革华租金继续上涨 6月大温地区出租报告显示 随着夏季租房机器的到来 大温地区的平均租金也继续上涨 加拿大洋行升息和夏秋对租房需求的提高 导致大温地区房租率要继续上涨 6月大温地区无加仅移居市单位的平均租金 达到2330元 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自去年5月以来 该类型的平均租金已经上涨了314元 6月份大温地区的一些城市的 无加仅移居市的公寓的平均租金价格 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北纳比和高桂林分别上涨了5.49%和5.44% 温哥华则利房型的平均租金上涨了2.79% 在大温地区的各个城市中 在加剧的单位租金都有所长生物 出租市场上最多的房源是公寓 占全部房源的76.9亿 与之前相比 6月加拿大租金最贵的5个城市 仍然都在大温地区 西温是租金最贵的城市 温哥华 雷纳比 北维和列治维紧随其后 警方调查两男子死亡事件 安生警方表示 我们正在调查一名传东和明治之间者 在救援行动中死亡的事件 周六下午两天半 来自Holly County的警官被招致 被废物的附近的忽必 协助一名医劳团的驾驶员 该驾驶员遇到了困难 医护人员将一名男子送回安边 但该男子在线上会宣布死亡 与此同时 一名来自Blue Water的男子 试图帮助处理这一情况时 发生了医疗紧急情况 该男子在医院医院被宣布死亡 警方没有透露有关 不坏者的消息信息 两人的死因尚不明确 但已经安排事件 温哥华地少人多 根据温哥华商业杂志报道 房地产公司考虑的一份报告下 在住宅商业和工业资产内边中 大温地区的地价 在全加拿大最高 该房地产公司的全国高级研究主观表示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大温地区 在土地价格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温哥华每英武工业用地的价格 接近五百万元 工业用地成为第二高的多人多 又为二百五十万元 2018年以来 温哥华的土地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五 发生在温哥华的事情 几年后也会发生在加拿大的其他地方 温哥华是土地紧缩 人口增长和人民无处可去的 最极端办法 任何大型工业或住坡项目都没有互相于地 这种情况将持续三年四年和五年 要为此做好计划 多户住宅类别在温哥华 卡尔加里 多伦多和马尼克的建筑成本最高 规律和天气预报 六月十二日的规律是一百加元 大概兑换 五百三十四点八元人民币 明天六月十三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十一度到二十二度 中雨 多伦多 十四度到十九度 早云温哥华十一度到十八度 小雨 魁魏克十六度到二十六度 中雨 卡尔加里 十二度到二十九度 雨转多雨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